干嘛 你真闹塞的小孩啊 一不说过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放开我 乖乖的 我回山寨喽 你 你病啊你 放开我 宝爷 等我回来再好好收拾你 丸子 你跟我回去吧 你别逼我啊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丸子 听话 你跟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你别过来 停停停 别动 你别过来 你放心 你跟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听话 我真的不想回去了 你别问 乖 听话 小心 你真是个傻子 不过我真的太想离开这儿了 你的手下会来救你的 别怪我忘恩负义 我走了 就这么走了 一点都不懂吃人土包 你要真的走了 我会伤心的 你别以为你救了我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别 我干什么都没干啊 你要是敢干什么 我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别别别别 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 我保证 我绝对 什么都不给你做 可是我真的不想嫁给南半天 那个又老又丑的混蛋啊 小丸子 宝爷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的 哎 小宝 要不然这样 我们找一个世外桃源 然后我们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我给你生一堆孩子 怎么样 我 生一堆孩子啊 然后 我们从此一家人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永远永远都不分开了 那 那我们的那个孩子 叫什么 就叫 小包子 怎么样 然后 再生一个小饺子 干吗 你真闹三个小孩啊 一不说过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放开我 乖乖等我回山寨喽 你 生病啊你 放开我 来来来 宝爷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宝爷 不要太清楚啊 宝爷 宝爷 不要太清楚啊 你看宝爷 你看宝爷 就算这小娘们自己不跑 也早晚被你小子给强跑啊 得想个办法 放开我 你神经病吧 只要等一晚上你困不困啊 我都快困死了 我太讨厌你了 讨厌我 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计 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 那我就下辈子了 下辈子也不会 对了 你不是要躲着我义父吗 办法我给你找到了 有 有 你要的材料 真的 这么厉害 这下她再也不敢靠近了 真的假的呀 有那么厉害吗 诶 等等 我送你了 高丝 啊 哎 你是没敢静啊 今天郡主抱着一件男人的披风 发了一早上的呆 这披风还不是咱家三少爷的 啊 身为郡主 怎么能干这种荒脱事啊 这要是被三少爷知道了 那该做个感想嘛 哎 郡主来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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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 你 你拿着别的男人披风的事情 整个眉府都知道了 哦 你们知道 这件披风是谁送给我的吗 是叶灵霞 这上面还残留着她的气息 臭臭 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 叶灵霞 储暴安良 匡复正义 人又浪漫又体贴 不愧是我仰慕已久的人 哼 那个叶灵霞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我看她呀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无知少女 你可以侮辱我 但你不可以侮辱我的偶像 哦 偶像啊 你们拿我怎么样啊 我 嗯 少爷 呃 呃 呃 您经常的朋友方文怀特意来访 哎 得了她的妹妹 您在内厅了 方兄来了 快到过去 好 景城的人来了 他们多半都见过郡主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否则就穿帮了呀 方文怀 我记得王爷 跟方家没有什么来往 应该没事吧 什么玩意儿 把方兄吹来了 师兄 你大婚之日我未能到场 今日得空特来拜贺 有劳师兄了 对了 怎么未曾见尊夫人 她身体不适 暂时无法见客 还请见谅 我与郡主也是旧时 千里迢迢的 既然到了此地 无论如何 要与郡主叙叙旧 也正好 探探她的病 别磨蹭了 我也想见一下尊夫人 咱们走吧 完了完了完了 这回绝对完蛋了 还说是什么旧时 你先冷静一点 我真的不记得 这个方语涵跟郡主 到底有什么联系了 不过没关系 等会你就说你生病了 她药都准备好了 来了来了 赶紧赶紧